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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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苗栗憲政博的說法 是 緩話連篇 避重就輕 從昨天到今天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態度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區域三年前的協調會的事實 然後 還是 執意要強拆我們這四戶的 最後僅存的家園 我們 相信 所有的全台灣社會的民眾 公民 絕對不會忍受這樣的事情發生 苗栗憲政府這樣的一個回復 其實是非常不負主任 苦地徵收 涉及到的一個根本的議題 也就是基本人權的一個保障 不能夠隨意用所謂的產方區的一個開發 更何況 它這個案子基本上 都是 都是 大部分都是 土地開發 或是土地炒作案而已 所以我們要問 這個案子最關鍵的地方 也就是 它的正當性在什麼地方 土地徵收 一定要符合非常嚴謹的要件 其中第一個 就是要促進公共利益 所謂的公共利益 不是縣長一個人說的算 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很重要 所謂的公共利益 不是劉政宏一個人說的算 不是說我要用產業專區 就這個樣子 就代表了公共利益 絕對不是 他一定要來問我們當地的居民 彼此透過協商 透過溝通 然後獲得共識 那才是所謂的公共利益 第1月5號 中央的承諾 地方看到了嗎 他自己的承諾 他看到了嗎 99年8月17號 是有公文 白紙黑字呢 而且 我們現在是合法的房子 對不對 我們住了三十幾年 一拆再拆 拆到最後還不夠 還要全部拆完 法院 高等法院也在打官司 政府到底是怎樣 要折磨我們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命只有一條而已 我老婆也只有一條命而已 房子是我的 合法的房子 我就是要住下去而已 我還要生存 我七月五號 你政府說你算 我就是要住 我七月五號也是住在那邊 我是不會住 我是堅持到的 如果說行政院認為有前提要件 麻煩行政院 你把三年前的錄音檔跟錄影檔 他們都有 行政院進入第一招待室 他們都有錄音也有錄影 如果我說的不是事實 請行政院立刻公開 三年前八月十七號的錄影檔 跟錄影檔 不要再這麼說謊 這麼 行動詐數 敢求 一個小老百姓 只有要求自己的東西 要回來而已 真的有那麼難嗎 還要大家這些先進前輩們這樣子 陪著我 站在這個大太陽下 您說 政府真的 沒有看見嗎 只有小小的六平 是 是我安身立命 不要五個 三個小孩子的地方 一家五個 住在那邊的地方 真的有那麼難嗎 要留下來有那麼難嗎 為什麼政府要用這種手段 我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 為什麼 如果 如果 留下來的話 那我怎麼辦 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 可以嗎 只有六平 我希望這 高官們 你們自己去看一看現場 好嗎 我不是無理情 我是守法的白哎 真的,我是說法的公民耶 真的,我今天就是一個小老百姓的病 我求政府 我拜託,有良心的政府,你就找過我位置 我有錯嗎?我有罪嗎? 你是不是要判我回死刑了? 拜託,拜託各位救救我,好吧 張大哥,加油! 謝謝 張大哥,加油! 我是柯陳五的熬子 柯智傳 苗栗勝政府很惡劣,也是很霸道 他可以耶,判你生,也可以判你死 可以判你猜,也可以判你不用猜 這是什麼國家,好像沒有法律一樣 好像是在地方政府在領導 很奇怪耶,吳敦毅副總統耶,三年前耶 跟我們說過耶,我屬私戶的,原屋原地保留 現在,剩下我們的私戶,他跳票了 他跳票了 關於大埔的四戶 彭秀村的房子被劃為道路用地 可是實際上它根本就不是道路 它是一個都市計畫的截角 換句話說,它是轉彎處的一個凹角 因為道路的關係,所以那個截角必須被截掉 苗栗縣政府提出來的理由是因為會影響交通安全 可是事實上,大埔的當地 已經因為竹南科學園區開發施工非常的久 有許多的大客車出出入入 從來沒有引起交通事故 甚至在中央的都委會也曾經因為認為它不影響交通安全 而以特殊截角的方式保留 苗栗縣政府現在說它會影響交通安全 根本就是胡亂找理由,亂找麻煩要拆人房子 至於租宿的房屋被劃為道路用地 是因為苗栗縣政府認為 它的房屋會影響行車視線 但是如果各位有去現地看過的話 租宿的房屋是位於非常大角度的遁角 而且租宿的房屋會離對面道路有40米這麼遠 在這麼遠的距離下,在這麼大角度的遁角下 根本就不可能影響行車視線 更何況租宿本人已經表達 願意把突出道路的部分拆除 但是苗栗縣政府還是 苗栗縣政府還是堅持要把他們家的房屋拆掉 要破壞他們房屋的結構 這難道不是找人麻煩嗎 黃福濟的房屋 原本在中央的都委會也是全部保留 可是後來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又找了其他的理由 說因為道路需要 所以道路畫過他們家的圍牆 畫過他們家的建築 所以要拆除部分 我們看到今天苗栗縣政府的新聞稿 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 這一定不是必動就輕 這是公然說謊 至於柯成府的房屋 苗栗縣政府的說辭是因為 無法取得另一半所有權人的同意 但是柯成府早就已經表達 願意以架構的方式 向苗栗縣政府購買另外一半的土地 大埔各案的原汙保留 依照行政院的方式 是採專案讓售的方式 柯成的房屋 另外一半為什麼不能專案讓售 這樣的理由根本不能說服人 這樣的理由是避重就輕 苗栗縣政府說 這四戶如果沒有採除的話 會影響佩地 我要告訴大家 根本不是這樣 彭秀村 豬樹 彭秀村 豬樹 黃沐季的房屋 都是因為道路 再都是公共設施 根本沒有影響到 私有所有權的佩地 根本就不影響佩地 不要說 一趴的人權也應該保留 現在拿99趴擋一趴 但是這根本就是公然說謊 因為不影響佩地 最後我要說的是 746 內政部都委會 第746次的會議決議 其實是有保留 其實是有落實原屋保留的承諾的 但是 最後這個案件 被苗栗縣政府片片推翻 中央又沒有盡到審查的責任 讓這個案件通過 我要問 為什麼 有安全疑慮的案子 可以在746次會議通過 為什麼 沒有安全疑慮的案子 在 內政部中央的都委會 最後又翻盤 到底是誰有問題 如果是同樣的一個都委會 為什麼在情勢完全沒有變更的旗下 前後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延正博次苗栗政政的說法 土地正義 土地正義 不容妥協 不容妥協 土地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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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妥協 不容妥協 土地正義 感谢观看